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Esther心灵分享 今天又是星期一,Happy Monday 非常之开心,又开始新的一个星期 那我呢,现在是有叮叮累的 但是呢,就非常之 亢奋的,因为今天刚刚完成了 这个妇女人练金术,那当然是 爆棚了,不用说了,现在我们是不单止爆棚的 是怎样呢,就会爆到呢,譬如我们有 我们有60个位置,那我们就会卖65个的 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呢 会有大概8个人,譬如60个人 通常有8个人会no show的 那这个是我们统计来的,为什么就不知道 总之每次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会收到65人 然后呢,譬如今天这样 今天更多人no show,就因为 又有这个游行事件 其实完全对我们 沙南道那边没有影响的 但是有很多人就转了做录音了 那变成呢,今天我们卖了65个位置 但是其实来的呢,只有五万多个 即是五十七八个人 那坐得比较松一点就舒服了 那今天呢,就讲这个妇女人练金术 哇,一连三个钟都很细细 还有呢,这个题目很久没有讲 那非常之高 因为讲这些我太熟了,因为我讲了 二十年有没有 九九年,有啦,讲了二十年 我九七年开始教育财经 那我讲了整二十年,二十二年 所以是非常之熟的 那些例子是非常之熟的 然后我就会有很多空间去搞笑 所以今天呢,是由头笑到尾 试到大家就是前方后仰 女人呢,有钱很重要的 不过没有了,我们只是搞了一班 女人有钱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说,有钱 和漂亮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像我这样,六十,初来人大吉利是 我没那么生气 做四年起码才到六字 你叫做登录 我今年五十六啦 是不是? 那其实说真的 如果我三十六未嫁得去 四十六未嫁得去 五十六 还有跟着的日子 有几大机会可以找到一个 真是很爱我 很欣赏我的人 然后可以大家 共同年礼一起生活呢 真是未知之数 可能要种很多种子 或者要做很多meditation 很多visualization 不敢观赏法 Anyway 但是 女人漂亮的很重要 如果我拾得自己漂亮 健康 OK 不断去继续减肥 然后令自己不断不断健康 哪怕我一两个月才轻到一磅 一两个月轻到一磅 那我一年轻六磅 两年轻十二磅 是不是? 三年轻十八磅 那你会越来越健康 是不是? 那别人就会说 Aston Lee 为什么还未结婚呢? 那个名嘴 哎呀,当然啦 她又生得美女 又要求高 那当然是自然难价一点的 人家又有钱 是不是? 大把钱多了都用不完 那是不是很好听 那你可能说 Hey Esther 为什么你这么介意 别人怎么想呢? 大家不要想着 不介意别人怎么想 就不介意别人怎么想 很多人就是因为介意别人怎么想 人言可畏 以至到会做很多傻事 甚至乎结束生命 甚至乎结束生命 所以我们也都会尽量对人好 去考虑别人的感觉 然后跟着就 show that 哈? 做到最好 那样 但如果我保持得不好 又没有成就 那些人就会说 同一件事 没有结婚是空性的 那些人就会说 当然 他又肥又丑样 性格又暴躁 又没钱 什么条件都没有 哪有男人追他呢? 那样 你说这件事是不是很不同 不同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很过瘾了 今天三个小时的讲座 不断围绕着 怎样做一个妇女人 怎样跟男人的关系 金钱的关系 借不借钱 怎样去理财 怎样去 几开心的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来 的话 就可以买回我们的录影 那现在录影都快很多 威娜就今天录影了 那你可能一个星期后 都应该收到的 这样 是啊 就是这样 那 非常开心 那好了 话实话 今天跟大家讲什么 好呢? 那就讲一下 这个 前日 OK? 世事的东西很奇妙的 你怎样可以 扩张自己的生意呢? 就是 我会这样的 其实呢 我一直都想搞这个 Astor下午茶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说中一的时候 我中一开始我没有看电视 一进入 FORM1 就没有看电视了 然后跟着呢 我很喜欢听收音机 喜欢得很重要 整天听收音机 一回家 就开个收音机 去厕所 然后出来换校服 做功课 就听收音机 那当年呢 有个节目叫做 咖啡 茶 譚伟华 这样 你不知道我说什么了 因为我13岁的时候 都已经是 44年前的事情 你有没有44岁? 没有啦 有些节目叫什么 幸福玻璃球 那 anyway 我就想 如果有一天呢 我有个节目叫做Astor下午茶 就好了 那其实这个想法呢 是累积了 我想不知十年 二十年 十几年可能 一分钟 那最终最近呢 就 我觉得 嗯 是时候搞这件事了 所以我就可以和一些 我们的会员 可以非常近距离地接触 那 纯粹是这样的 有些时候呢 可能大家的问题 都不好意思问的 然后 譬如一围桌 大家吃点饭 一边吃点东西 又聊聊天 喝点东西 就比较容易一些 那上星期六 就出现这件事情 突然发生了 那 因为 其实我们只是收到八、九个人 那 那当然一会儿就爆了 着一身就爆了 而且是免费的 你只给你那餐就可以了 那当然 通常有人请我 吃完我的那份 那我就没什么所谓 因为我其实真的想出来 见一下人 还有你知道 我有一个人住 又没什么亲戚 其实我很喜欢和别人吃东西 和别人分享 甚至乎 我不是说过的 其实我都很想和大家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智慧 人生经验 那 以至到你可以 在我的人生经验那里 可以拿到一些东西 对你有用的 你走少些冤枉路 犯少些错就好了 又或者甚至乎 譬如你生意上 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帮到 有时一两个点 怎样才可以改变整件事 所以这个 Astor下午茶 就出现了 然后下一次 暂时不告诉你 什么时候 可能明天或后天 告诉你 那我定了日子 因为又是一出就爆了 那我又不可以多 你不可以两围桌 因为两围桌 我怎么和另一围桌 聊天呢 通常最 我考虑过 最大的 就是找一间中式酒楼 就是一张大圆桌 还有人多也不太好 譬如人多也不太好 譬如人多也不太好 所以可能全部都收拾 11个 加上我12个 就刚好一张桌 其实五六个是最好的 不过 Well 那好了 那 昨天呢 就答了很多问题 那我就很喜欢答问题 还有我很喜欢听别人的烦恼 是不是变态 我想也是有些变态 不过我是好的变态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人的问题 人生的问题 很有兴趣 所以为什么我成为一个导师 就是这样 如果你很怕烦 那什么怕烦呢 譬如我的猫呢 整天在那里 那些我就觉得烦的 Anyway 昨天呢 有些问题 我觉得挺不错的 我就想拿出来 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 比如说 嗯 其中一位会员呢 其中一位会员呢 就说 他说 如果你知道我说你 就说你 但是没有什么秘密的 他这个案子还可以的 他就说 他自己本身呢 做了份工呢 是挺不错的 但是呢 时间很长 可能是朝九万八 但是偏偏呢 他自己呢 就很多兴趣 很多很多兴趣 他又喜欢上学 又喜欢过来我们这个 参加我们的节目 他就发觉你不够时间用 那我说 那你想怎样 他说 都没什么想怎样 我说 你这个工作你喜欢不喜欢 他说 其实喜欢就不算喜欢 但是工资也算不错 而且很稳定 但是稍然工作时间太长 我说 其实如果你回九点 然后晚上七八点才下班的话 是 way too long 如果你九点上班的话 你五点下班是差不多的 或者是 比如九点半 放五点半 或者九点半 放六点半 其实应该六点后是下班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实际后呢 因为六点半 六点半是日落 你是应该回家睡觉的 但是当然 香港人哪个可以 日出而作 日日而息 是甚少的 anyway 所以他就 哎 真的有点苦虜 又不可以不做份工 那我就说了一个答案 就是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就是 或者现在听我这个节目的你 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就是 就是 其实你可以create 去创造一份工 是时间是短很多 可能说 同一份工 只是做三个下午 或者是做 三个下午 多理想啊 然后三个下午 可能是 十二点到七点 十二点到七点 或者十一点到六点 就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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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可以做到好多好多 然后 你的薪金是没有少到 甚至乎更多 或者是少少 但是你就每一个星期 多了两天 或者两天 不止 回到三个下午 多了整 两个全日 然后三个早上的时间 来去学习 打坐 那当然 我这位会员 就是 对了 对了 那当然 她的表情是告诉我 她不相信 其实我们的脑 是很困住我们 在想事情的 可能你现在上班 你不喜欢 但是你可能 从来没想过 怎样可以令到她更好 我呢 就经常收到一些 我们会员 甚至乎 不是我们会员 而只是相聚一台 sorry essor心理分享的粉丝 就是 哎呦 那时候真的看你的节目 就是那些呢 然后很多人跟我说 essor很开心 看你的节目之后 我转了工 人工又高了很多 时间又好了 老板又对我很好 这些我收很多 那这个也是我很开心的case 喂大哥 我不是做个节目出来 希望听到大家都 愁眉苦面 更加多烦恼 然后跟着呢 就这里又胶着了 那里又黏着了 是不是 那 然后跟着呢 我就举了两个例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工作 很多可能性的 我讲三个案例给你听 第一个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 以前是做银行的 OK 我认识他那时候 他已经是自己搞公司的 他自己搞公司 有个office 旁边有个training room 然后跟着呢 他说 他其中一个工作 一个收入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以前做银行 他可能有某些的degree 可能会计 可能是财策 不知道 他就有一个客人 就找他 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签check 他每一个星期 就要去那间公司那里 就代他老板去签check 因为他老板 即公司的老板 就不是经常在公司的 而他就需要找一个 信得过的人去签check 因为如果找自己公司内部的人 很有机会被人穿柜桶底 大家不要想到很懒 很容易的 穿柜桶底 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然后是 他每一个星期去 即每一个月去四次 然后就每一次大概用半个小时 你签check有多少check 然后呢 他的人工是$25,000 他说$25,000 不是现在的钱 是2005年的钱 开不开心 如果有份这样的工 假设你是有这样的条件 然后有人跟你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签check 然后就每一个 每个星期去一次 就半个小时 就每个月$25,000 就每个月$25,000 那麽飯盈 那当然呢 他有他的法律责任 当然他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所以他知道怎么做 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做什么呢 就是IT Consultant 就是IT的干收银 我很喜欢Consultant这个名字 因为中文叫做干收银 所以以前我们叫做Design Consultant Land Banking Consultant 都是干收银的 意思 他就真的是干收银 那他一个月呢 说的是收几皮的 可能4-5万这样 但是呢 那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 是没有东西做的 那你说 有工没有东西做的吗 有的 有工是没有东西做的 那我就 我都觉得很好奇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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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闷 他说 他说 没东西做 我说 没东西做 你不是有工的吗 他说 是 我是有工作 不过我是没有工的 那原来是什么呢 就是 原来有些大project 一些IT project 他在project里面 是一定要包括一个角色 就是叫做Consultant 那Consultant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Consultant就是要出来去搞定他 去搞定他的问题 搞定他的问题 但是 其实大部分时间 一个月 都没有 没有几个钟头 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可能整个月 他可能真的要做的东西 一天都不用 或者要出几个下午出去 是没有东西做的 所以他的complaint是什么 他说 好闷 他闷死我了 天天都没有东西做 我说你不要这么大声 全香港的人 很多人都做得很辛苦 都没有你这样的人工 他还经常到处去公干 公干公司 就给他住最好的 起码五星的酒店 然后女朋友 又可以跟上去 那他是 我说 这个世界有什么 他说有的 其实有很多的 因为他一定要 project是有个consultant 所以就是这样 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好 好了 第三个案例 我有个朋友 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 在保险公司 做高层的 外国人士 有趣的是 他两夫妻都没有子女 然后 一个是英国人 一个是加拿大人 说法文的加拿大人 即是QBAC那边 然后 老公经常要公干 但他两个是很严厌 很严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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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就不是很严厌 你知道说真的 其实老婆是很多不喜欢 跟老公公干 为什么 很闷 那你可能说不去 老公公干 你就去购买 不是 每个人都喜欢购买 我都不是很喜欢购买 我看哪一天哪个下午 就会 那于是乎 老公每一次的公干 就挂个老婆 挂到死死下 有一天 他老公 就看了一本书 叫做 Four Hours Workweek 我跟你说过 这本书 Four Hours Workweek 就是每个星期 做四个小时 然后你赚钱 可能比以前更多一倍 真不真 其实所有东西 都是一个想法 你觉得 Asther 说话 外面现在还是乱乱 新闻报道 然后明年又不知什么 你还跟我说 一个星期做四个小时 还要说以后 那些钱比以前更多 一倍 说话吗 是啊 我跟你说话 这个朋友 她的丈夫 看完这本书之后 她发现 原来做事 是不用那么多时间的 她认识完这本书之后 因为她很喜欢 跟老婆在一起 然后跟公司说 公司公司 不如这样 我反正都经常到处飞 现在我就想这样 我就在家里工作 然后这间 你知道她是外籍人士 那些鬼头的话 房子一定很大的 又有秘书 你只是房子的房租 也挺费的 然后跟着 你还要是大保险公司 那些顶层 那些 只是房子 也不知多少费的 秘书又要一两费 然后你那里可能 一分钟 二三 不知多少万元 只是她的房子 然后她的秘书 他说不如这样 我把所有东西 拿回家做 然后跟着 今时今日 你无论是email 反正她经常到处飞 不论是email 其实公司 可以省下很多钱 还有我甘愿 自愿 减少少人工 然后公司听完之后 好 当然好 其实美国很流行 美国现在很多人 做这件事 比如说 一个妈妈 她高层主管 然后做到很高级 然后有一天 结婚 发现自己生了嬰 生了嬰之后 由早到晚都见不到嬰 对于一个初生 刚刚生了嬰的妈妈来说 见不到小嬰的话 是很辛苦 有时我走开几天 我见不到小嬰 我也觉得很辛苦 都要在cctv 那里看着 那个臭小子做什么 骗着她 小嬰小嬰小嬰 妈妈 乖着你 小嬰小嬰 你不知道我多笨 不过算了 我想过 那个猫爐都是这样的 Anyway 然后呢 接着呢 就不用上班 然后 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你在公司上摸 因为你知道 你是要朝九晚五 或者朝九晚六 你就摸 这么多个小时而已 其实如果你在家里做事的话 你知道 你稍后可以和老婆 去喝茶 去逛街 去看电影的话 你的东西就不会放弃 于是乎 她又得到 她又得到的东西了 这些例子 我是多不升数 我有很多这些例子 可以给大家 所以 当我们在想 例如刚才我说的 我朋友的会员 其实 一个女孩子人家 早上九点 回到晚上七八点 才下班的话 是 way too long 女人是要睡觉的 女人的美貌 是靠睡觉睡回来的 所以时间这么长的话 就一定会花容失色 所以 我说完这些例子之后 个个个 全部的人都 即即清奇 哇 有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有啦 我们相助一台 由一个义工台 由一个没钱的台 变成一个生意 都是这样 现在我们九十九会所 都不知搞得多好 多有升有升 明年更加好 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 咦? 其实你现在工作的 那个情况 你想怎样去改善它 和你想要什么呢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我上星期说过 那些盲人 原来想法是没有边界 即是因为他看不到的东西 特别是那些 如果先天是盲的话 他根本是没有边界 所以他可以做很多 很奇特的东西 很 英文叫outrageous 很出位的东西 所以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其实不断地想 现在呢 最近我做得都 不可以说辛苦的 因为我做的东西 是很喜欢的 我会不断做一件事 就是将商聚变成一个系统 变成一个系统 所以我不用经常 卖着一张桌 卖着电脑 因为我忙着上来 我可以由早到晚 不停卖着电脑 那些东西做的都做不完 一盘生意 要把它变成一个系统 是我们做生意的人 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不是的话 每一次都好像 譬如你搞港座 如果你没有系统 每一次都可以重新来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其实你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下一个想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想再经常 对着那张桌 对着电脑 我想是多一点对外 其实我想 我们商聚一台 应该是全香港的网台 最多活动的一间 以前我们旧台 就是这个 花嘟电台 是一年两次网聚的 然后网聚 就说可能五十多人 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工作 不是 Seminar workshop Anyway Seminar workshop 是我们生意 是吧 Party 肯定每个月有 现在有多些 Aster下午茶 然后是 行山 很多节目 我们多节目 都不得了的 还有每一次见到我们这些 我们的会员 我都很开心 非常开心的 特别是我们这些 喜欢活动 喜欢人气的人 其实真的很开心 所以 Anyway 那就是 这样 你想想 2020年 你会想怎样 OK 好了 那我们 今天要讲完 那我自己 会想 就讲 做少一点电脑 然后再多一点对外 那我会想 讲多些talk 甚至乎 去一些很大的场 例如是湾仔衣馆 或者是 红馆 或者是 Hong Kong Expo 那样 是真的可以代表到 香港身心灵界 去发言 那样 然后是可以 就是出书 那现在呢 有了这个iPhone 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你可以整本书 在这里不断讲 讲 然后跟着 就可以 編排 那我希望今年可以 再做多些东西 那 好了 那未来呢 实在太多东西玩了 那跟着 下来的星期日 10月8日呢 我们就会有这个 事业成功的 深层秘密的第三班 也是最后一班 那这班呢 就 跟上两班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 其实我们想 本来搞完那两班 不搞的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录影 那不行的嘛 那要录影 那一来要录影 那二来就是 有人要求 就是 我都想看现场 那这样 那如果你未报 的话 那今场呢 会有什么特征呢 就是我会和大家做这个 直接做一次Coffee Meditation 因为很多人 是不懂得做这个 咖啡冥想 如果你不懂做 咖啡冥想的话 其实你不要说 总指法则 是浪费了 因为整个 总指法则里面 最值钱 最重要的 核心的活动 就是 咖啡冥想 你可以没有Coffee Buddy 你可以没有Coffee Meeting 你可以 连本书都不看 你不可以 没有Coffee Meditation 就是这个 咖啡冥想 那到时我就会 教大家做一次 完整的Coffee Meditation 和是会教大家做 这个 施语寿的冥想 如果你自己本身 很多些 不开心的东西 其实施语寿的冥想 我在AXA Summit里 分享有一集 讲过的 那当然啦 现场做 当然是不同 那就可以 教你做 施语寿 施语寿 你可以和一些朋友 去清理他们的能量场 他有些很不开心的东西 你可以帮他们做 你可以帮自己做 所以快点报名 12月8日 如果新会员 是会便宜一些 会便宜一些 100元 OK 好了 我们有很多活动 12月15日 即在国那星期日 就是Sami老师的刮衫保健工作坊 聖诞节快来 然后是新历新年 然后是农历新年 然后是情人节 女人漂亮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有多些钱 就是要光顾Jone out 对不对 直接是 整个鼻子 然后整上面 整上面 如果你想省一省的钱 一路看电视 一路在那里整美自己的话 那这个刮衫 勃巾 这些是非常好的提议 那买块板只是80元而已 那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节目 那圣诞节 上了一台的 这个 《丰盛喜乐派对》 快点报名啦 99元 是这个教会价钱的 还有呢 我们今年的礼物是非常精彩 除了我们这些必备的 封业银币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 正的礼品 今次的礼品 是 起码一人一份 走不掉的了 这样 还有今次有个很特别的礼物 不是很特别的 一个抽奖是什么呢 就是呢 我们有个朋友呢 就开车的 就是中港那些 中港那些车 那我就跟他聊完之后 我就说 不如我们搞个旅程 那什么旅程呢 就是 他的车可以安装到六个人 减了我之后 就是五个 那会用来抽奖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会找一天 然后由香港 他会开车 车到我们上去大陆 然后可能深圳 或者是罗湖 或者附近 然后带我们去购物 带我们去吃好东西 然后带我们去观光点 拍照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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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呢 就会搭车回来香港 那样的 是不是很开心啊 你可以超近距离 和我 和我相处一天 我呢 就基本上呢 是一个很搞笑的人 就是如果我不累的时候 你和我玩的话呢 我是非常之玩得起的 希望你中奖 有五个奖 那样 那样 那然后呢 还有一点时间 可以说多一点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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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之 不单止好玩 而且 真的有用 如果你想成为YouTuber 你有东西想卖 你有故事想说 你想成为这个 这个 这个 你想有service 去卖的话 这个 做YouTuber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是非常之能够帮到你的生意的 那 就今次呢 所有来 上课的 学员呢 我都会帮你去拍 video 我教你怎样拍 怎样放上YouTube 怎样做片头片尾 那样 然后你就可以上完课 你就自己成为 就是你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 那 对于呢 推广你的产品 服务 service 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问Rebecca 拿资料 或者你直接上我们的网络 查一下这个 10月27号的 学神网台主持 训练营第一届 呼 很多节目 然后1月1号呢 又有这个 改名了 叫做 商准台 2020年 转运郊游 联欢 呵呵 那你就会呢 因为上次揽树行山 实在太开心了 那今次呢 是会一天的 一天的 郊游 这样就会 我们会在大自然那里下订单 那里下订单 我会教你怎么下订单 然后我们会打坐 我们会吃饭 我们会吃饭 会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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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一些 年轻一点的时候 中学生 小学生的生活 超坚 敬喪 爆点开心 那很多人 还有些位置 那快点报 因为 虽然有整个月 但是这些活动 非常之多人参加 然后就是1月5号 高师傅就有这个奇门榴莲 吹材旺事业 增桃花的讲座 厉不厉害 其实我呢 相聚的活动呢 我改的名字够长的了 竟然啊 高师傅这个名字 比我改的 真是好惹 高师傅你好惹 好 这样 说完了 那还有呢 未来呢 2020呢 有些很新的节目就是 超级口才训练 第14班 那就会是2月初的 然后跟着呢 是销售班 和这个 30招 如何closing 就会连着 连着两个礼拜的 那如果你对于销售是有兴趣的 那你就 报名了 那我们未曾出这个Facebook的 那个event 那就迟一点点了 因为昨天才决定 说完了 是不是很多活动啊 你还没入会的话 你等什么啊 那么多东西玩 那么多东西学 快点入会啦 乖啦 好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给个like我们啦 留言分享意见啦 按钟仔 看广告一分钟 转载分享 和快点加入我们商场台 成为语言啦 那就 都偶尔中有些朋友问我 喂 到底你们的apps 什么时候搞定啊 那最新消息呢 就应该是一个礼拜左右啦 这样 因为遇上很多很多的 挫折啊 挑战啊 很多要改啊 要试啊 就比我们的想象中 就更多的时间 那所以 多谢大家包容啊 那再等多一会儿啦 那用着我们的网站先啦 看到的 OK 拜拜